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 将党内最高荣誉 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七寻章获得者 表示热烈的祝贺至于崇高的敬意 一百年来 我们党始至践行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 建立了伟大工业 铸就了伟大精神 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 写下了壮丽篇章 一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谱写了 契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今天受到表彰的七寻章获得者 就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 在他们身上 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坚定信念 践行宗旨 拼搏奉献 连接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坚定信念 就是坚持不忘初心 不宜其志 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 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 牢记在心目中 落实在行动上 为党和人民事业 奉献自己的一切 乃至宝贵生命 为党的理想信念 顽强奋斗 不懈奋斗 心中有理想 脚下有力量 全党同志都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作为逼生追求 永远信党 爱党 为党 在各自岗位上 顽强拼搏 不断把为充高理想 奋斗的实践 推向前进 建行宗旨 就是对人民 饱含深情 心中装着人民 工作为了人民 想群众之所想 疾群众之所疾 解群众之所难 密切联系群众 坚定依靠群众 一心一意 为老百姓造福 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 诠释 共产党人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 崇高情怀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全党同志 都要坚持人民立场 人民至上 坚持不懈 为群众 办实事 办好事 始终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 泄入联系 拼搏奉献 就是把 徐党报国 履职尽责 作为人生目标 不畏艰险 敢于牺牲 苦干实干 不屈不挠 充分展示了 共产党人 无私无味的奉献精神 和坚忍不拔的 斗争精神 越是伟大的事业 越是充满挑战 越需要 知重 负重 全党同志 都要保持 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英勇气感 保持 赶叫日月 换新天的 昂扬斗志 埋头苦干 攻坚 克难 努力创造 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连接奉公 就是保持 共产党人 艰苦朴素 公耳妄思的 光荣传统 从不以功臣自居 不计较 个人得失 不贪图享受 守纪律 讲规矩 生动体现了 共产党人应有的 道德风范 共产党人 拥有人格力量 才能赢得民心 全党同志 都要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 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做到客己奉公 以简修身 拥保清正连结的 政治本色 七一寻章获得者 都来自人民 直根人民 是立足本质 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他们的事迹 可学 可做 他们的精神 可追 可及 他们用行动证明 只要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奋斗意志 坚定 恒心 韧静 平常时候 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 危难关头 豁得出来 每名党员 都能够在 民族复兴的伪业中 为党和人民 建功立业 同志们 新时代 是需要英雄 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 党员队伍 必须过英 希望受到 表彰的同志 珍惜荣誉 发扬成绩 争取 更大光荣 各级党组织 要从工作和生活上 关心 爱护 公寻党员 大力宣传 七一 群传的获得者的感人事迹 和崇高品德 在全党全社会 形成崇尚先进 建贤思齐的浓厚 氛围 百年奋斗目标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勇前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